男人躲在床底下偷看太太换衣服 诱人的体香扑面而来 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 让床底的男人鼻血喷张 忍不住呻吟着翻了个身 谁料一头撞在床板上 竟让他看见一行绝笔字 想必曾经在这张床底下死过一名少女 突然太太感到一股异样 探头看见男人躲在床下 她条件反射的大喊救命 男人无奈赶忙捂住太太嘴巴 连连解释说自己是来找香的 找香 我看你是来偷香的吧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虚伪啊 男人见解释无力 只能将太太拉到床底下 看床板上的一串绝笔字 密闭的空间里 太太天生的体香更加诱人 男人忍不住往太太身上凑 而同样痴迷于太太体香的 还有当地的霸主四爷 四爷一眼就爱上了小珍 便从他毒鬼老爸的手里 将小珍买回家作妾 可四爷家的母老虎坚决不准 他无奈才将小珍安置在一间废弃老宅 四爷闻着小珍的香味 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他 便让下人伺候小珍洗澡 等会儿他可要好好享用 谁料小珍洗澡的间隙 四爷和下人傻墙在院子里闲逛 两人无意间走进一间杂房 又无意间捡到一瓶香水 四爷闻了闻竟立刻爱上 这香味仿佛有种致命的诱惑 让四爷爱不释手 他想若是能买下这间老宅 将这种奇香带进市场 那他就是下一个千万富豪 四爷越想越兴奋 顾不得还在洗澡的美人 便拉着傻墙去找老宅的主人 唐家祖上是至乡世家 一开始并不答应卖老宅 可抵不过四爷霸王硬上弓 逼着唐老爷按下卖房手印 四爷扔下一把钱扬场而去 得了美人又得了祖宅 四爷煞是高兴 不禁闻了闻手中的香壶便朝着小珍的房间走去 可小珍也是个刚烈性子 他宁死不从 四爷毕竟年纪大了 还没反抗几下便流了鼻血 他顿时没了兴致 心想再晾他几天好收拾 四爷着手准备治香之事 可他是个门外汉根本不懂 想要治出奇香赚大钱 必须找一位精通治香的师父 于是四爷又来到唐家 准备让一位师父为他治香 唐小少爷因被抢走老宅 一直对四爷怀恨在心 他发誓一定要抢回自家的乡谱和老宅 于是小唐跟着四爷去了 唐老爷在身后连连呼唤 为了调配香料方便 小唐索性住在老宅 他总觉得能治出奇香的秘方 就藏在祖宅之内 恰逢四爷要出差些日子 便命他尽快治出香料 还为防止小珍被小唐撬墙脚 四爷专程留下傻墙看着两人 四爷一走院子总算清静下来 小珍缓缓从房间里出来 小唐便痴痴地盯着他看 小强对眼前的太太并不好感 以为是个为钱不要尊严的女子 谁料半夜 他从傻墙口中得知小珍的身世 不由得伤感 女子的命比纸还薄 他对小珍的态度有所好转 然而正当两人闲聊的时候 小珍的房间里传出一阵尖叫 两人条件反射地冲了进来 原来是小珍做梦梦到女鬼 几番安抚后 两人才回房间睡下 可小珍却被吓得一病不起 小唐只能拿出中医的本领 给他下了几副药 还嘱托下人 不要在房间里点香 这件事令小珍对他感激不尽 心里也生发出一些爱慕之情 没事的时候 小珍总会将自己喜欢的咖啡 分享给小唐 眼看着四爷回来的日子越发临近 小唐几乎整天泡在房间里治香 可无论怎么调配 总少了些什么 他几乎将整个老宅翻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只剩小珍房间还没进过 于是趁着小珍不在的时候 小唐闯进闺房找治香线索 谁料出去一半的小珍 突然折回来换衣服 急得小唐只能躲进床底下 可还是被小珍发现 他无法解释现在的局面 只能将它也拉到床底下 因为床板上有个女人的绝笔字 小唐不禁敲了敲地板 意外发现地板是空的 两人拼命推开木板 下面竟然藏着一个密室 两人战战兢兢地下楼 除了床板上有一具骷髅 还有一个比人还大的笼屉 小唐百思不得其解 他找了许久 终于找到一些秘方的碎片 可拼来拼去还是差了些 而现有的信息 已经让小唐大致了解 四爷示威性命的鼻烟湖里面 是他们祖上还未去除毒性的香料 味道虽然诱人 毒性也是致命的 长期服用除了蹊跷流血 还会有神志不清等症状 只是密方中驱除毒性的办法 小唐暂时还未发现 如果找到驱除毒性的办法 将香料上市定会一抢而空 可眼下没有任何线索 只能溜回家找父亲问清楚 谁料父亲却阻止他这样做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那是惨绝人环呢 小唐从父亲口中没有得到半点信息 只好灰溜溜地重新到祖宅找答案 恰在此时 傻强和丫头小唐在打圈 傻强抢了小唐手中的包子 小唐气不过 不好吃别吃 就你好吃 信不信我把你当包子给占了 那你要是能找到这么大的容器 那也行啊 两人的一句玩笑话 让小唐有个大胆的想法 再联合父亲对他的忠告 小唐忽然意识到 这去除毒性的方法 可能是让含有体香的少女服下香料 然后放在龙屉里蒸 让少女的身体吸食毒性 再融合进少女的体香 就是天下奇香 小唐越想越觉得害怕 他连忙找到小珍要带他走 谁料就是这关键时刻 四爷出差回来了 见小唐还没治出奇香 就想带着他的心上人走 愤怒地将他绑在椅子上 沙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和小唐小珍早已成了朋友 沙强拦住了四爷 假装对小唐用刑 劝小唐不要和四爷硬碰硬 你给他做不就完了吗 你省得你挨一顿打 这香不能治 治这香要死人的你知道吗 做个香怎么可能会死人吧 要做这香 一定要一个身有吉香的女人 作为活鸡才行 什么活鸡死鸡的 别在这儿闻奏奏的行不行啊 四爷要香 要把小珍蒸了 用小川的身体治香这么说 你懂了吗 小唐对他无比信任 便将香味去毒的关键 一股脑告诉了傻强 傻强也被吓怕了 更担心四爷对小珍动手 于是求着四爷赶紧收手 可四爷根本不管不顾 气急败坏地 将小唐和小珍绑了进来 傻强很是着急 四爷 你不 你不会真的要把太太 争了治香吗 一旁的小唐拦都拦不住 他妈真是傻强的你啊 治香的秘密被四爷知道 来人 把这口大锅给我点着了 咱们要治香了 皇家密香 此时的四爷已经急进癫狂 他一把拉过小唐 逼着他治香 想想你们家过去的回忽 再看看你们家现在穷算 你治出这香 你们家就可以飞黄疼他了 小唐坚决不肯 四爷没办法 一把将他按进水里 一遍一遍地折磨他 小唐最终妥协了 我治 我治 他回到屋 将一些香料禽在嘴里 然后配上一碗香料水 亲手端给小珍 小珍的眼角满是泪水 却不得不端过心上人递来的香料 四爷满是猖狂的笑着 谁料下一秒所有人都猛然晕倒 原来小唐早就在屋里点了迷迭香 而端给小珍的则是一碗解药 众人晕倒 两人便准备逃跑 然而刚走出去两步 四爷的枪便抵在了后脑勺 原来是香料过期 药效不够 以至于没几分钟 他们便醒了 看着两人岌岌可危 傻枪一把推开四爷 却不幸中了子弹 而小唐和四爷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四爷倒在了小唐的怀里 傻枪死了 两人烧毁所有药方 以及整座唐家老宅 在这个炙香过程中 女人成为炙香的关键 就要用人命来换取香料 若是被心术不正的人获取秘方 这世上恐怕又将夺无数惨案 幸好金钱没有泯灭全部人性 总有人看性命过于财富 从此小唐和小珍踏上隐居的旅途 就让那奇香的秘密 彻底藏在历史的长河中 就让那个争人的龙屉 彻底化为灰烬 我们下期见了